现在汽车市场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是豪华中大型车 还是豪华B级车 它们虽然在早期销量非常好 并且处于垄断的情况 但是随着新能源的崛起 有谁不跟风降价呢 即便是奥迪4这款性价比王 现在价格方面从这间40万一路跌至20万出头 直接半价 就这样的诚意 你还在考虑凯美瑞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外观方面 它也简洁流畅的设计语言深深吸引到了我们消费者 特别是标志性的大嘴进气格山 让人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是一台 奥迪 而且还采用LD大增设计 不仅提供了更亮的照明效果 还增添了一份时尚感 无论是在城市街道 还是在高速方面行驶 它都能够吸引年轻消费者的眼光 更是在线条流畅自然 没有任何拖沓 一直从车头延伸到车尾 立体感非常的足 尾部无微上下的车尾更是运动细细浓厚 再加上排气尾猴的设计也新颖别致 辨识度很高 同时墙后奥迪的logo就是最经典的设计语言 整车就外观方面的设计不仅� R7文重 还不缺乏优雅与运动 非常符合我们国人的审美 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好车 原来价格方面一路狂降 从之前40万 现在一路跌至20万 直接半价 这都要感谢新能源的崛起 要不然我们消费者怎么可能减漏呢 这一波降价让厂家下足了血本 但是它不降 我们消费者就不会去买它 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车上达到了4米858 手距达到2米908 车里的空间完全不逊色 同级别的宝马3C 而且车里的舒适度也依然不差 相比同级别车型 我还是比� 要看好它 后备箱的储物容颜也是比较足 基本上是你放三个行李箱 它还没有任何问题 而在内饰方面更是采用虚拟作丧的设计 虽然相比奔驰C略有普通 但是它的用料却非常实在 整车更是没有廉价的感觉 同时它还悬浮式的中控屏 观测式的空调出风口 以及12.31寸夜景一表 再打正能系等 余音识别 手机 互联音等功能 论科技感 奥迪绝对是非常有话语权 这一点是同级别的奔驰C无法做到的 而在安全方面的配置也是非常� 齐步就搭到了武器囊 大家报警 安全带未及提醒 提醒 拉扎尔提醒 到了呼叫救援 这些配置都不需要花钱的 但如果想要更丰富的配置 确实需要额外支付一些费用 不过这些基础配置已经能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了 个人觉得就别再去选配了 功能一层面搭到了阿里能替发按机 这边7两式双利和扁的箱 奉回高低功率两个版本 马力能够达19和245 而它的高功率版本虽然动力很强 但是半期落地的话得29万多 明显不值得入手 还是考虑低功率版本比较划算 价格跌到二十万 即便是半期落地也是不会超二三万 而且起步加速也非常强劲 即便是在失去硬度的情况下 油耗也才九升左右 而且高速外面行驶到了后段 更是有着远远不断的动力输出 底牌方面还残了强好五两感独立全价 论操控 论稳定性 论舒适性 它都是要吊打通级别的宝马三系和奔驰C的 而且宝马三系已经取消了后防性感 等于说连灵魂都没有了 那这款车实在呢 确实能够给到你不一样的驾驶体验 而且降完价之后的A4 定价比还非常的高 你难道不心动吗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啦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